皇后娘娘到 臣妾请皇后娘娘万安 起来吧 谢皇后娘娘 坐吧 好 淳贵妃 本宫这儿有珊瑚比架一个 虎比一套 永荣正在练刺 等下你带回去便是 皇后娘娘的关爱 臣妾感激不尽 佳平今日 为贺皇后娘娘正为中宫之喜 打扮得可真是娇艳啊 臣妾等侍奉皇后娘娘 穿戴再好 也只是拨皇后娘娘一笑罢了 今儿佳平穿这么身鲜艳衣裳 难道也是讨皇后娘娘欢喜吗 令平一心只想讨好皇后 可本宫心里只惦记着皇上说过 喜欢本宫穿红色 皇后娘娘不会怪臣妾吧 本宫与皇上一体同心 佳平惦记着皇上等同于惦记着本宫 皇后娘娘是心厚 可这易昆宫是旧殿 一为辅佐之役 只辅佐中宫昆明 如今您都是中宫之主了 怎么还住这辅佐之殿呢 佳平身在平位 却有胸怀六宫之心啊 皇后便是皇后 是名正言顺的六宫之主 不管住在哪里 都是皇上的正妻 虽说都是正妻 但这婿曲 与嫡妻总是不一样的 对了淳贵妃 你是汉君旗出身 你自然记得民间有这样一种说法 是叫续贤 还是田房来着 佳平这话实在是太刻薄了 刻薄归刻薄 说的却是真话 佳平说的是真话 本宫确为季后 只是佳平也须明白 无论是你说的续贤还是田房 如今是谁坐在后卫上 才是最要紧的 佳平未曾做过后卫 想来也是不大会明白的 这么着吧 本宫昨日丰厚大喜 今儿也高兴 既然佳平如此在意名分 本宫就负你贵妃之位 不是皇上的意思 后宫真是由本宫做主 佳贵妃 还不赶快起身 谢皇后娘娘的恩典 谢过皇后 是吗 陈贵妃 你是嫔妃当中资历最深的 从今往后也要驻本宫 约束众人谨记贡贵 臣妾谨遵皇后娘娘教诲 对 起来吧 容佩 在 去把本宫赏赐给纯贵妃 和家贵妃的耳坠 呈上来 是 左边是纯贵妃的 右边是金医院的 好 皇后娘娘留你在 是为了让你好好看着 纯贵妃为尊 您为先 这副 是皇后娘娘赠予纯贵妃的 这副 这玛瑶明珠耳坠真是华贵 臣妾多谢皇后娘娘赏赐 这一副 是皇后娘娘赏家贵妃的 这是红玉髓的耳坠 怎么 家贵妃不愿意领受 皇后娘娘的心意吗 皇后娘娘赏赐的耳坠 臣妾即刻便戴上 以表敬重 状态 市刀 为了 准备